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今天这个小时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2017开春的这个年头 郭董真的要靠着金苹果 靠着Nokia 地被换楼啊吗 今天我为大家来揭秘 来看看不是谈过吗 在金金年的开工日 郭董首次缺席 说去拼经济 他去了哪里见了谁 今天被点名了 我们来看看到底 葫芦里卖什么药 他还关心的是房市 今天吹什么风 季节终于正式在 今天的开放民众事成 让大家体验一下 台北中立一个小时 同时在40米高的高架 看风景 当然人进来了 那么房市的活水 有没有也跟着带进来 我们看沿线真有这个地方 涨起来了林口 涨价的背后房市又刮什么风呢 那一开始我要请蔡总 带我们来看到的是 台股挑战万点的行情 还有多远 我们看看 怎么样在股市里登了一个 聪明的包主公 聪明的投资客 敬想 过去30年台股有4次的记录 攻上了万点 今年年初的时候说 第5次就在今年 大家想说随便讲讲 最近一看不得了 股市冲冲冲 天天1000亿的成交量 今天已经来到9869点了 剩1万点 才没有100点而已 存100点了 真的是红不让 好 这个地方钱的确进来 往下就代表了台币的升值 所以的确急来 所以万点再望 但是今天插了你们一脚 因为今天台币本来 大幅的升值前来了 对不对 但是外资还手买美元 进口商也买了美元 让台币游升转变 所以让今天台股小跌冷却一下 好 这个情况之下大家气势如虹 存100点吗 大气一喘就跨过去了 菜市长来跟我们说说看 我们就常在讲房市 房市你要长期的报 你就当包助公 养个哑巴儿子 但是如果你要赚块钱 左手进右手出的话 抢波段 怎么样当一个聪明的投资人 好 在万点的时候 这个投资人要扮演 比如说包助公 那包助公我又一定要长报股票 像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今年花了7块的现金股息 股票以今天的价位来看 殖利率有3.7% 就好像我们买一个房子 我们要租金报酬率 所以我们的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已经找对了 就是张忠某的台积电 但是要注意 他今年花7块 比去年6块来得多 但是股价涨了 皇价涨的意思 使得他投报率去年是4.2% 现在变成3.7% 这时候不能贸然的抢劲重爆的台积电 要等到股价适当的回挡的时候 这个它的指令率提高到4%的时候 就是一个好的介入点 蔡总讲到了 当这个股价越飙上去的时候 当心追高你可能会变成 最后一只白老鼠 蔡总说说看 什么样的一个sign一出来 才会一个攻击发起 你可以进去 要不然还是要审慎为宜 台积电最重要就是看 今年这个89月要推出的iPhone 8 也许我们现在有很多iPhone 8的规格出来 但是还不明确 到了差不多5 6月的时候 会比较明确 开始组装了 有哪些有哪些功能 但消费者一看 这一定我一定要买 这时候台积电你就可以进场 或者下个月底 对手三星的S8出来 那S8出来的时候 你像去年说叫好不叫做的时候 那相对的 苹果的iPhone 8就会不错 那也可能是一个进场的时间点 好 这个给大家当一个参考 说到了台积电 我们跟着Morris发一点财 不但你买台积电的股票 刚刚说了 当包助工一个题材的参考 当他的员工也很幸福 对 过去30年台股四次的万点 当然最后都跌下来 但是过去30年爆一档股票 真特朗 就是张忠谋的台积电 那青年节他送给两大礼物 第一个给股东 今年的7块的股息 这个值率3.7% 我们现在定存一年 一点多 等于定存换三年 好不好 非常好 对员工很慷慨 你看他现在台积电员工 平均有4.2万人 每个人平均可以分红106万 这个是一般的上班族 两年的年薪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等级31等的 那个老实讲是最菜鸟的工程师 他也自己讲 他可以分到80万 菜鸟可以分到80万 而且他的绩效不是顶好 台积的绩效 分成好几级 有待加强是I S减的就是普通 S 这个菜鸟就是S 再过来S加的 最好的是O 这样的话我只有在中间 我是菜鸟 我还31等 我就可以领到80万 所以烤鸡A跟烤鸡B的中间 差不多Bplus左右 没有太好 就可以领到80万 那你这个中段班 领完进口袋就在跳槽了 人家这样的话就想到 你有可能来这一招 所以这80万要分5次领 其中40万去年的2 5 8 11 分期支付就对了 另外的一半40万 要今年的8月才能领 所以你也不要说领了 这4万就跑掉 也不怕你跑掉 不过刚才话说回来 我们也说起来 今天都能进到这个 Morris的麾下了 过关的 谁要走啊 对 但是有一种短冲股 今年你看外资的买钞 你可以看到这是最近5天的 买钞第一名 郭董的红海 买了16万张 所以这个就是在股市当 赚快钱投资客的概念 对啊 你就看外资 是大纯与杠 人家看上的是红海 它是冲冲冲 短冲的股票 为什么苹果的股价 你看巴菲特 巴菲特这个之前 苹果还没有涨的时候 它就已经进场了 现在6个礼拜 它大赚11亿美金 300多亿 对 那这个谁是苹果的组装 就是红海 不懂啊 所以巴菲特在美国买Apple 很多的外资就跑来台湾 买红海 所以两党股票赚得甜滋滋的 为什么 完全就是挨八题材 今年在发烧了 对啊 你看 我们知道台湾的GDP 也已经不小了 有5000亿 没想到现在苹果的市值 已经7000亿 这什么概念 台湾GDP的1.35倍 互可敌果 一个公司 互可敌果的时候 它的股票 或者它相关的工业 难道不能买吗 所以巴菲特 所以郭董 这么这么期待 挨八上市 但是穆化还有一个人 比他们更迫切 更急切啊 库克在笑 巴菲特在笑 郭董在笑 我们可以理解 他也笑 很奇怪 三星的李在龙在笑什么呢 好 现在南韩的媒体来讲 苹果为了让iPhone8 顺利有这个OLED的面板 但是因为三星 OLED都是在他的手上 所以又跟三星下了一张 6000万片的OLED订单 一片大概七八十块美金 等于从库克这边 李在龙捞走了台币 1400亿 难怪他笑 所以今天OLED三星 几乎是赢着全拿 今天后有追兵 可是个个还没成气后 笑纳1400亿 哇 郭董这张脸就急了啊 对啊 当然急啊 我这个夏普将来就是跟你 李在龙要拼OLED的 对不对 何况现在连中国大陆的京东话 听说都有可能成为 苹果OLED的这个工业 所以郭董要什么 好好的一个布局 好 怎么布局呢 我们看一下郭董的这个Schedule 有两个时间点 特别把它抓出来 我们从最近的来讲 2月5号的时候 新春开工的团伴 他缺席嘛 对啊 非常罕见的 这么重要的场合 对啊 所以李皇民说 郭董已经能出国了 去拼经济 去哪里拼经济 去深圳拼经济 去深圳拼经济 而且手边带的什么 总务大臣黄丘 就是我们那天讨论的前妈妈 对 深圳的农花厂 进去了以后 而且用视讯的 跟人在日本的代政务视讯 只为了跟人在日本的代政务视讯 我土城总部就可以视讯了 这个会议听说要什么 接待了这个高规的贵宾 维持这个机密的一个等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这个明明可以在土城视讯的 我非得到深圳去 是因为除了视讯之外 还有我不得不陪 不得不全程陪同的高规格贵宾 是谁呢 神秘的贵宾 一般认为很可能就是阮令的总裁 孙正令 就当时这个说到了美国 见了川普 对 说洪海来投资的 还有马云 这假的这两个重量级的贵宾 来了以后当然要视讯 那你想看这个视讯就是什么 要巩固在中国的这个市场 并且来放眼到美国投资 还有一个 你看1月23号的时候 当时土城开动眼检讨大会 也是对洪海很重要的一个会议 隔天1月24号 郭董就飞到北京 一趟要三个小时 来鬼要六个小时 你难道还不要通关吗 在北京只端了一个两个小时而已 当天往返重点的袭击 又飞去北京 什么事让郭董这么 急如新火 那时候是不是啊 孙正令说到美国去投资 洪海也一起去投资 What 引起了中国高层的一个疑虑 不能让富士康跑 对啊 你是来这边投资的 结果你现在到了美国去投资 是 可能有透过管道 要求郭董去做说明 所以你看郭董一连串 这个飞往深圳 北京 其实他都在布局是吧 要巩固中国的一个市场 所以你看这两个红色的 1月24号 2月6号密集的飞行 都藏着郭董布局的秘密 布什么局呢 刚刚一开始你说那个紧张关系 从李在荣的一抹神秘微笑 开始来谈起 也就是说我要先确保 我在中国的生产线 包含广州的时代厂 可以顺利的来产出 好 进一步我们就来讲讲看 蔡总说郭董整个手机的布局里面 现在独缺一块啊 对 不管是在中国或美国的投资 郭董终极的目标 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垂直的整合 怎么整合呢 才可以对抗三星 好 我们看手机里面的话 有四个零组件 这个单价最贵的 最好赚的 处理器 台积电 这个暂时就不要想 再过来镜头 康达字 现在要拼大力光 还有面板 这个OLED 这不就下谱吗 所以这两个郭董有了 对 好 还有呢 但是呢 记忆体啊 没有办法转进去 但是机会来了 找到缺口了 我们先介绍一下东芝 东芝这个Netflix用在这个手机 正是东芝这家公司 唯一赚钱的部门 占了整个集团获利的75% 好 那现在最近东芝踩了地雷 去美国做什么核电 亏了一堂那股 所以他的财报 延迟花布 最近股票 啪啪啪啪 然后社长甚至迟迟负责 现在东芝要把这个记忆体的部门 把它卖出来 卖出来的话 郭董就有兴趣了 那现在就等于 雙龙抢猪 现在几个竞争对手不知道 但是郭董高昂的兴致 他要来抢东芝 对啊 这个就是我垂直整合 剩下来的很重要一个拼图 我这拼图拼起来 我就可以三星来立拼了 而且鸿海的确有优势 第一个 我今年下谷 已经看到成果 再过来 我红海不是大型的记忆体的制造商 现在我假设可以避开漫长 缓托拉斯的一个审查 所以郭董拿下东芝之后 的确就有机会跟三星校正了 好 谢谢蔡总 讲到了今天夏普是吃下来 半年交出成绩单 如果东芝的记忆体部门 Name Flash 也让郭董给笑纳下来的话 大家的焦点都在日本这一块且慢 不要忘了 在2016年 亲华来告诉我们 郭董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买下了Nokia的功能手机的部门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报告 2017这一年 Nokia这张牌 你被换柔了 没有错 因为大家只注意到 去年郭董用1130亿买下了夏普 可是大家很少注意到的是 郭董其实也用100多亿 去买了Nokia的功能型手机事业 而且他还间接的 透过H&D这家公司 吃下了包括智慧型手机的代工订单 那么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什么 你知道吗 在今年初的时候 有一支Nokia的智慧型手机复活了 而且卖得很好 是什么呢 就是Nokia 6这支手机 Nokia 6大热卖 换句话说 他卖得越好 郭董这一边代工的生意 就接得越好 你知道他卖得多好吗 他在中国的京东线上销售的时候 也不过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既然卖出了百万支手机 而且有1.4万笔的买家的评价 所以它的状况真的是卖到下下降 除了这个Nokia 6之外 还有一支手机 大家也是拭目以待 你知道是哪一支吗 就是传说中 Nokia 3310这支 传说中Nokia卖得最好的经典之一 我还记得当时我拥有这支手机的时候 那个广告Slogan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心 Nokia connecting people 有没有 没错 很多人买 你知道销售 从2000年推出以来 它的销售记录是1.26亿支 那这支手机当初主打是什么呢 主打是它可换壳 而且大家印象最深刻是什么 很坚固 很强壮 说掉到洗衣机里面去 被泡过的拿出来 晾干之后 吹干之后 竟然还可以继续使用 所以它的热爱者非常的多 所以这都过去的事情 奶钞 奶吞 拼地银 问题是这都是过去 那郭董买下的功能性手机部门 2017他有什么新话题 因为目前传出来 他有可能在今年的NWC上面 会推出他的所谓的 向Nokia 3310致敬的复刻版 2017再来一个功能性手机 会有人买吗 我想怀念他的人很多 当然有可能 你看 这是英国《每日邮报》的报导 有一个这一个Dave先生 他怎么样 他说他自己已经使用 Nokia 3310手机17年了 所以有这样庞大的粉丝基础之下 我想它的销售状况 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销售状况非常好 谁会赚到钱 郭董 郭董的代工 除了Nokia 3310之外 现在还有一支引人瞩目了 是哪一支呢 就是Nokia 3 为什么呢 这支号称是Nokia 低阶智慧手机的接班人 就像你知道他卖得多便宜吗 多便宜 价格只有折合台币 4676元 5000块有找 5000块有找的智慧型手机 对 没有错 所以Nokia这些 不管是功能型手机也好 智慧型手机也好 只要卖得越暢旺 郭董的生意就越好 说到了 郭董买下了Nokia的 所谓的功能性手机的部门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到 他另外一个秘密基地在哪里 在印度 印度那个地方 郭董这边烧一盆火 那个火越烧越旺了 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Nokia的制造基地 郭董要代工做他的制造基地 有很大一部分放在哪里 就放在印度的青奈 市场就在这里 市场就在这边 另外一个是他这边 也可以当作生产基地 那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呢 因为要接地气 那接地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印度这个市场 跟人家还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你看 我们来看看 这是他的印度手机的 这个占比的状况 你看 在2014年第四季的时候 使用功能型手机的 占了65% 超过六成 那大概只有35%的比率 会用智慧型手机 欢迎知 这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印度这个市场里面 功能型手机吃香 所以今天我如果 Nokia的功能型手机部门 我工程就拆在这里就对了 对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在印度这个市场里面 价格必须要低于100块 美金这样的价格 会卖得比较好 因为它占市场的占比呢 占了大概将近50%左右 是能够有多便宜 在印度卖手机可以便宜到 你很难想象 你看 看看这支手机 这支手机呢 折合台币只有120块而已 但是你看到它的规格 你的下巴都会掉下来 不会吧 120块你到永康今天要吃这个 芒果冰你都不够买 但是到印度你可以买 这样一支智慧型手机 我们来看看它的规格 这个是Freedom 251这样的手机 它里面规格是什么呢 120块台币 有4寸的萤幕 有1.4G的四核心处理器 有1G的RAM 然后有8G的儲存空间 最重要是 它还有320万画素的相机 你有办法想象吗 你只花120块台币 竟然可以买到手机 有4寸萤幕 然后还可以拿来照相 8G 全都在1 来 这样子的功能在台湾 到底要卖多少钱 这样子的功能在台湾 你没有个2 3千块 坦白说你要买也是不容易 所以你要想说在台湾 2 3千块 3 4千块的手机 在那边120块可以买得到 让人家当然是觉得匪夷所思 对不对 更匪夷所思 你刚才提到一个接地气这件事情 印度还有什么incredible的事情 就是它的手机的销售方式 因为我们想象中 在台湾在卖手机的时候 我问你是正面向上 还是背面向上 我问这什么问题 当然是正面要面对客人 没有错 在台湾 因为我们看到手机销售是正面向上 可是你看看 在印度卖手机的时候 你看看这是一摊又一摊 在印度新德里这个地方 卖手机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什么特色 大家是背面向上 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正面的萤幕向上 各位 你现在看到 这个框框其实很清楚 都是有颜色代表什么 你都没有看到萤幕 都是它的背面 都是它的壳 你看这也是一样 都是它的壳 哪有这样用背面试人的 为什么要背面朝上 你知道吗 因为在印度卖手机 大家守中什么 守中你的logo 因为印度人偏好自己的国产品牌 所以呢 因为有些国外品牌 很多印度人不认识 但是国产的品牌才知道 所以你只有把logo露出来的时候 我到那边去一看 我才知道这是国产品牌 好了 老板 我就是要买这一支 好 买就是买logo 好 谢谢青皇 所以在印度这个地方 刚刚讲到接地器 你今天会听到 N加1次的接地器 为什么 这就是在印度要做生意 做买卖的原则 顺之则昌 逆之则倒地 不是亡 好 来 国安进步来告诉我们 讲到接地器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瑜伽大师 一抛圣牛尿 打败了国际大厂 对 你到底是印度 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请记住他的脸 看到没有 满满的大鬍子 跟大家这样 后面一群都是他的追随者 他创立了印度 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 叫做什么 叫做帕坦加利 他谁 他就是印度的瑜伽大师 叫做兰德福 你看 这样看起来就很神圣 对 大鬍子 大鬍子 你看 来看他的获利率 毛利有多少 你看 净利率 10% 接近16% 超越葛兰素史克 联合利华 以及印度雀巢 这些食品大厂 雀巢 联合利华 都国际大厂 各位 今天我们看到的 打败他们的 不是另外一个更大的 国际大厂 是画面当中各位 看到这位印度首席的瑜伽大师 他这样 他是发功了吗 对 发功 他这个瑜伽叫做阿玉废陀 是一种印度的瑜伽呼吸法 每天早上6点钟 你只要打开印度的电视 你就会看到这位蓝德福 教大家练功 对 教大家 你看他现在 你还摸肚子 有没有 可以这样躺下去 然后 然后又开始吸气 是 他吸引了多少信众 应该多少 喜欢他的人 那个粉丝 你知道吗 吸引了3000万的粉丝追随他 对 听到这个地方 那瑜伽大师就教大家 身心灵整个合而为一 就这样而已 哪来的时候卖东西 卖淫国际大法 他在卖什么呢 这个超厉害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卖东西的模式 就怎么样 已经让很多 甚至高露杰这样的一个品牌 他牙膏从来没有出什么 那个药草 药草口味的牙膏 有没有 高露杰都薄荷口味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因为兰德福的帕坦加利的牙膏 卖太好了 现在高露杰都要为他改配方 去切入这个市场 来 我们看看 牙膏 高露杰那个已经是 一等一的大厂了 结果我走清凉的薄荷 你要买谁我 要不然跟着我 要不然就算了 没有想到瑜伽大师 推出的是药草口味 打趴了高露杰 对 你知道 他其实不只牙膏厉害 他什么都卖 他有500多种商品 来看 刚刚这个牙膏 你刚刚在店上看到了 这个牙膏就是 草本精华 高露杰 我们走天然路线 刷完了以后 白包泡又咪咪 还会跟你对比 你看 右边这个好白 左边这个黑黑的 根据我们的配方 你就可以这样 然后他自己是瑜伽大师 他开发了这么多款 有没有看到 有吃的 然后还有泡面 什么都有 这500多种 还有什么健康玉米片 什么加热式玉米片 基本上到印度也是被他打趴 他就是怎么样 因为国际大厂 他卖的价格都稍微高一点 然后这位瑜伽大师接地气 他2003年的培养 伊托拉库信中出来 他就是印度目前最红的网红 所以这个讲回来 因为他是瑜伽大师 那信众看他 你说得都对 你根本就是神 所以你卖的东西 我都相信 而且信到连所谓的 我们刚刚看到高露杰 我本来不卖 要所谓的清朝口味的 我现在也不得不追随你的口味了 而且不止高露杰 联合丽华 连那个香皂有没有 肥皂有没有 也开始做草本精华肥皂 也跟他看齐 所以说兰德福 厉害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就有本事 把这三千万名的印度粉丝 通通变现率 变成 变成他的这个现金流 变成去买他的商品 他只要登高一呼 就一堆人来跟随他 在2011年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印度总理莫迪 本来有说 我们这个 要抗拒这个外来的这个 有沒有 这个外商来进驻印度 因为他们对印度怎么样 他第一个响应 他说对 我们就是要生产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外国人对印度没有爱 只有我最有爱 那一堆人又呼 这样子能跟随他 然后最厉害的就是 他用低价和平价的路线 切入印度的市场 他大多数的商品价格 比国外品牌低了将近15%到30% 又便宜 所以你现在到印度 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里 都有他的产品 但是他最厉害的产品 有一项我觉得最不可思议 什么不可思议 超级不可思议 就是他可以有本事 把牛尿做成清洁剂 什么意思 牛尿里面有什么 阿姆尼亚 阿姆尼亚做清洁剂 怎么个清洁剂 你知道这个最厉害的 因为印度 牛是印度教的圣物 所以印度人都觉得 牛尿是最清洁的东西 结果以前没有人把这个拿来当 这个商机 这位兰德福就厉害了 他怎么样 他就告诉大家说 亲爱的印度民众 你们以后不要再 玷污了你们的双手 因为你们的双手 不要再沾满化学药剂了 我们用最天然 最神圣的牛尿清洁剂 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清洁 从今天开始 你家的地板 记得把牛尿撒满 然后慢慢的去拖 你家的地板就会很清洁 印度人很吃这一套 牛尿怎么会清洁呢 对不对 国安下了节目 也要去卖牛尿了吗 谢谢国安 所以各位 我们讲到的接地气 这是印度做生意的方法 怎么办呢 最后你就看到 真的一堆一堆的追随者 好 这个是Incredible India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今天房市呢 我们要跟着集结出发 亲王今天带我们来看看 真的是第一天 我们一定要跟着这个轨道 静静好好来检查一遍 今天开放给民众 有没有把房产的活水给带进来 先等一下 我们先上月台来看看 好 没有错 集结真的来了 你看 这已经开放 民众可以自由适成 开始营运的状况 那在这个程序之下 是从即日起到3月1号的时候呢 民众可以在上午7点40分 9点40分 然后11点40分 跟下午1点40分 这四个时间点 在沿线21个车站 可以排队 等着领取这个四成的号码牌 那这个就都是今天白天 大家看到的 有话对吧 欢迎登车 也等于欢迎登机 因为有人是直接搭着这个 到机场去的 没错 搭着就要到 去准备要上飞机 那今天因为大家太热情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想见的是 已经涌进很多的人去排队 那因为是开放的首日啊 所以难免就会有些小抱怨产生 比如说有民众排队 排得太心急了 等到受不了了 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 你看 有民众的抱怨说 真的等太久了 那甚至有民众就大骂说 怎么动作这么慢 没有效率呢 那这可能是首日的状况 有人是太心急 可是有另外一个状况 我们就觉得说 你怎么会出这种小状况呢 是什么呢 有这个日本的客人 行李要拖运 那我们知道行李拖运 限30公斤对不对 30公斤他可能逼逼叫 告诉你说 你这个行李操纵 操纵当然不行 那结果呢 这个日本客人的行李 人家才13公斤而已 根本没有30公斤 你也在给他逼逼叫 根本没有操纵 你在逼哪一国的 所以他就发现 你这个行李拖运这个设备 可能有点问题 但也没有关系 我们其实是不忍苛责 第一天就是给你试水温 有问题 我们就来改嘛 我们就来改嘛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季节他真的来了 好 通了 出发了 架高40米 风景一路优雅 台北到最后一站是中立 一个小时就到了 好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过去我们在讲 所谓的季节这个轨道经济 对房市的影响 都是红色而已 今天真是第一次 有人这样坐着一路过去 对于房市的影响 还有屋主 还有想买房子的人 他们怎么看的 季节对房市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你看 因为他已经通车 对不对 所以有业者就讲了 讲什么呢 有建商就说 因为这个带来人潮 对不对 所以通车前 他说我们的房子 又再多卖了两户出去 目前已经销售近四成 而且人家还告诉 业者还告诉你什么 这个已经买的客人 都是经常往返 这国内外的自营商 看准说 机场捷运带来很大的便利性 所以看物的人潮也增加了两成 所以通车就约等于 房市利多 但是你要先打上个问号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看真实状况是什么 真实的状况是 有中介业者就出来讲了 他说你看看 这个机场捷运 你看从台北车站出发 一度到中立车站 这一大段的部分 那当然通车部分主要是先到 环北站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部分 其实沿线的房价 大部分都是下跌 只有两个站是上涨的 外面重重一点红 看看是那两个站 好 第一个是 长庚医院的A8站 然后第二个是A9的领口站 这就值得我们好好探究进去 这两个红箭头怎么回事 对 为什么大家都是往下 只有他往上是红箭头 房仲就做出了解释 房仲告诉你说 两站多半都是新屋的交屋槽 除了新屋交屋槽之外 要不然就是特定的区域 比较好一点的社区建案 拉高了他的行情状况 你如果把这些 这些所谓的非常带的地段 你把它剔除掉的话 他说其实 集结房市的行情 还是很不理想的 所以集结 没有我们想像当中 也没有屋主期待 带来的春风 但这个东西 我还是觉得隔了好几层 烧不到氧出 我们来看看实际的市场 我们来看看实际的个案的状况 你看 这是林口这个茶厂这个案子 人家也是面公园 面公园第一排 附近又有国兵引诚 照理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案子 但是之前他在卖的时候 他的价格大概是一瓶 39到45万 可是买到的人 丢到售物网站上面去卖的时候 你看他现在开价是多少钱 开价 开价一瓶是33.78万 也就是告诉你 光是开价 他可能就打了7到8折 如果你再溢价下去的话 那价格还会更低 等一下 这个地方 他其实是距离 集结A9站这个地方 很近的地方 他地位非常漂亮 慢向也很好 打了8折要求售 他就是告诉你 他已经力多出境 价格要修正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边投资客的状况 你看 这是一个投资客江先生的状况 江先生也想说 集结行情的价值之下 这一点房价应该不错 对不对 所以江先生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 在林口文化路的A9站附近 买了一个屋邻 两年 一个新谷大楼的10楼 32瓶买了总价是1280万 一瓶是40万 盛导界的所在 好歹我蹲了三年 应该让我扬眉吐气了 他也想扬眉吐气 所以他在去年10月 拿出来卖的时候 他想说 我房子都养了两年了 所以他把1280 他现在要卖多少呢 他要卖1880万 他觉得我至少要赚个600万 才可以嘛 这个价格开出去了 但市场给你什么样的回应 市场什么样的回应 你知道吗 他去问房仲 要请房仲卖 房仲告诉他说 江先生 集结虽然快通车了 因为是去年10月 他说虽然快通车了 可是房价早就过了上涨的高点 你卖这个价格 我们很难帮你卖 你要不要考虑修正一下呢 可以考虑啊 有赚就好了啊 你知道江先生就直接 回问这个房仲说 不然你觉得我应该卖多少钱 对 要卖多少 你给我个数字 房仲就跟他说 看看你这价格 你可能开价1580万 会比较合理喔 江先生听到这价格就生气了 他说你这个房仲到底有没有能力啊 你这个直接降到1580万 我本来想赚600万 马上打对折只剩下300万而已 他说你能力不够 我要换别人 等一下 1580一间房子你也赚300万 300万在这样的市况 对 在这样的市况 我跟你讲 他就算降到1580万 他也很难卖 为什么呢 俊昌 我告诉你 因为 就在江先生买的这个10楼楼下 9楼有一户 卖什么价格你知道吗 多少钱 卖的价格只有卖1330万而已 你在楼下 我楼层比较高 但是你觉得高一个楼层 他只有多少空间而已 50万而已 所以你想想看 对于江先生来说 难道再拖下去 你就有机会会涨吗 还是再拖下去 你江先生可能会赔更多呢 好 谢谢新华 谁会先来跟我们讲讲看 季节通车对于房市的这个话题 是已经谈了N加1变了 今天特别有感 因为老百姓 我们真的坐上去 我们感受到了 对房市的影响你怎么看 很妙 刚刚亲王讲的那个版本是 台湾房屋写出来的数字 隔天 永庆房屋出来的版本是 林口也跌了 清普跌了快三成 所以你到底要相信 前面的版本还是后面的版本呢 你自己有新增 可是今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个新闻 还蛮妙的 说机械通车对不对 总是要接駁公车 因为捷运没有这么多 然后新北市新增的7条线 然后可是很多都是 一个小时才一班车的 然后你说最多的像林口 它有三班车 它最多是每半个小时一班 可是它只接駁到晚上7点半 所以谢谢你把问题提出来 住在社区的人 也会去反映这个问题 我增加班车就好了 那为什么一开始就先弄好 而是要等到后来才追到班车 需求没出来 对 就代表说 新北市政府心里会怕怕是说 会不会有多少人搭 自己心里有数 所以先测试一下 看是不是有人进样子去转 可是你在林口太多的投资客 正要到货的时候 你要注意就是 真正赚钱 大概要等到5年到10年 才会赚钱 可是如果说你是那种短头 比如说你2014年上车的 我们都知道房价最高了 现在刚好真的到了时候 你就要小心说 那个房价是不是真的是 一去不回头 好 所以要报长报久的准备 好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 你倒是房产专家 妮子仁 妮大哥 来到现场 妮大哥我们通过看 这条路一通了之后 会不会让屋主 其实更有信心 你不要说我涨 我撑起来 我都房价撑在那个地方 我心安理得 你要来跟我谈 不是吗 我是打大概50分 因为他通车 我就讲 通车之后会 来人会增加 但是成交 基本上 我最近拜会几个林口的开发商 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们也觉得说 平常去看 高总价基本上还是不能走 我跟你讲 捡运供购最近有一个 就在林口捡运供购的 成交就是40到45万 但是它是小套房 但是你总价超过1500 超过2000万以上的基本上 很不好意思 没法走 但是你说要跌 但是我觉得住在那边的购物者 也不要那个 台北市三环山 新北市三环三线 通车 通车有房价涨吗 建商有这么笨吗 我卖你预收 是卖你两年后的交屋 一年半后交屋的房价 怎么可能 这样又再涨 我就跟他说 啥又哪啦 所以 今天李大哥的意思是说 通车之后 至少走路走得到的 这个距离占体范围之内的话 你说高总教的 那个实在涨不上去 你说文化三路进去 到底的 我知道茅培屋最近也有在 建商在促销 那成交价就是二字头茅培屋 但是你点名的 那一个同薪圆之内的 他比较3000万 不会去买林口 高总价涨不上去了 没有条件涨 但是 一般小家庭买得起的 其实房价相对是有称的 好 但是大家会想说 好啊 你集结你就说 涨没有涨成 大家想像那个样子 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 他觉得我就是买不起 我一退再退 一退再再 双北 我都退到双北之外 到桃园去看看吧 燕丽要告诉我们 有一个地方 在基杰通车之后 他跟基杰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他微微发烫 这个地方在哪里 给大家一个参考 好 确实 这个双北的房价 虽然跌下来了 可是对很多年轻的上班族 对很多首购族来说 还是买不起嘛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目标 纷纷转移到桃园 但就像你知道吗 其实桃园有好几个重画区 观众朋友 千万不能听到桃园两个字 就闭着眼睛 摄飞不要乱买 比如说有的这个重画区 怎么样 也许还有所谓的一个交通 建设的一个题材 但是生活技能完全不到位 所以即使你买了房子 搬了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说 连个操商都没有 那么我要买饮料 买报纸或者是要去转账 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会建议大家 其实生活技能不到位 就不是那么的OK 相较之下 我觉得桃园另外一个重画区 我自己还蛮推荐 蛮喜欢 在哪里 巴德 怎么说呢 特别是巴德 现在有一个shopping mall 它在1月已经开幕了 广风新天地 那因为开幕了 生活技能感觉就比较丰富 比较成熟了 我们简单介绍一个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shopping mall 它是地上6层 地下有4层 面积是高达1.1万平 事实上它的规划是长达10年 那有哪些品牌进驻呢 挺不赖的 电影院 国币影城 家乐福购物中心 还有餐厅 迪卡农旗舰店 就是一个休闲的一个品牌 还有咖啡 然后意大利面等等 所以如果这个 它等它开幕 就是1月份开幕之后 到现在确实大家会觉得 生活技能比较到位 也比较方便 那它现在有超过30亿左右的 一个商机 更不要说未来 还有儿童美术馆在这附近 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房价 因为这附近的一个房价 新建案大概是二字头 那么中国只剩下一次头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个总价 300万在双北一定买不到 可是桃园巴德就有机会了 这个讲起来 很多人可能开始心动了 但是先问问自己 你是上班族要通勤的 还是说你的退休族 要图一个清静的呢 等一下回来 所以就要告诉大家 分两种 看看您是哪一种 房子怎么挑 还有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地堡那两户法牌 怎么没有人去互盘 给它撑一下呢 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 不要走开 房市期待春天 买气还没有吹出来 不表示他们不需要房子 自住买盘大有人在 房子要怎么挑 是啊 其实你要想看 你今天是上班族 还是一般退休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说我上班以后可以退休 不然就会有事 刚刚燕律说 巴德可以大概就一字头 是 我们讲说上班族要有什么 塞车一小时内的距离 一小时内 永远的极限 是 如果你今天银行要便宜 去住到巴德一字头这样子 然后你上班在台北市 你可能会受不了 但是当然如果你在桃园 你在内地工业区 OK 但是你就知道说 巴德对台北市不好 可是对桃园是好的 因为外婆住在那边 因为我们都非常知道 那边的塞车是怎么样 那你说上班族 需要安静住宅群 是你回到家一定要睡觉 所以你说什么工业住宅 然后中国有一些工业住宅 不适合 因为真的有人在那边开工 或是他附近的环境比较乱 也不适合 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你要安静 在学区最重要 因为很多人有小孩了 像你有小孩 对不对 你要说 你一个是你在家里 老婆在家里带小孩 还是说你今天是想 要开车接送的 是 接送的话是 你先到你的父母家 或是你的长男孩家 接送完之后 再来公司的 这样的通行居 你去找 你到底住在哪边 去找出一个店 然后最后买菜是可能是 上班族 其实不是很常买菜 可是你必须要想到是说 你今天如果需要 你需要买一些新鲜蔬果 或是你有小孩子 需要喂养的时候 你一定要买新鲜蔬果 生活经历就很重要 但这个买菜 不包含量饭店 因为量饭店 你开车就可以到 所以量饭店 不是在于购物 住宅的一个重点 而是说 你要买新鲜蔬果 是附近有没有什么 真的超级市场 街头巷尾 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而且不是说 开车可以到 因为那边不好停车 好 那如果你今天退休族 这个就很重要 这不太一样 第一件事就是医疗的距离 比如说领口的长庚医院 好啦 很近 所以有些人 真的是退休的时候 真的要想住这边 没有问题 退休一定要有个市场采购 这也不是量饭店 这就真的又是生鲜了 而是譬如说 传统的 街头巷尾的 或者是说生鲜超市 因为有些台北人 西方很顶级的超市 他想住在台北市的退休 那你就是OK 走路可以到的地方 没有 你退休族 我哪有车 我要去多远 可以去多远 是啊 可是因为市场附近 不好停车 还是哪个菜篮走的那种距离 我去摸 我去大卖场 你就变成这样子了 是 所以买菜对于退休主宅 居然排第三 最重要还有第四个 就是安静的住在去 对... 要好住 因为退休就是要好住 你说很多地方 什么自住兼退休 你说的是公园旅地 是的 好 谢谢十位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你是退休族 英法族 还是辛勤工作的上班族 当然在新闻王走到这个地方 还有一件事 我们今天很想来找答案 就是昨天为大家说的 地宝 地宝 这么好的房子 居然流入法拍市场 没有人来互盘 居然两间房子 就这样给它二拍流标掉了 来 蔡总跟我们说说看 有钱人在想什么 昨天对豪宅指标的地宝 是悲情的一天 台北地院 台湾金府各拍卖标售一户的地宝 对 竟然没有人投标 对啊 这个好奇怪 台湾豪宅的代表 我们看一下 这个过去 这个地宝的揭露行情 大概是271到298万 而且这个大家把它当成真的是爆 所以很少释出 有超过一年没有成交 好 我们现在就讲了 这个一栋十三楼这一户 一拍的时候 流标 当然打八折 降到了总价是2.65亿 换算每平是236万 对 那要进行这个二拍 是 当时就传出说 地宝这些都乌鸡人 对不 你这个流入到这个三拍的话 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行情 怕怕疗疗 听说有现场有人盯 对不对 你说有人盯是 递保他们其他户的住户吗 对 在一拍的时候就开始盯了 对 那意思就是说 外界就把隐身要复盘 你刚刚二拍浪外出 我马上自己不要到外面 我自己就买起来 把这个价格给守住 那这个消息传出来 其实豪宅圈或整个房地产 都在观察昨天二拍 就很奇怪了 你既然说一拍都有风声 一拍你没有拦到也就算了 二拍我还有第二层网去拦 怎么也没拦到呢 说好的护盘在哪个地方 最后是没有人出手 流标 这个是豪宅的风向球 这么指标的建案 假如三拍的话 再打八折 每瓶就要变成190万 190万的话 从一拍你可以看 每一瓶已经少掉100万 这一栋是131坪 就少了1亿多 跌破200万 各位 蔡总刚跟我们讲说 他最高曾经到298 你现在可能 可能要跌到190万 这是一件大事 那蔡总 但为什么 你跟我讲为什么没有人去接 好 你以为 掉下来的刀子可以接吗 什么意思 结果这个不是只有刀子 还有叉子 手随便出身出气 会受伤 你修好力 你又说掉下来的刀子 他带租约 他到了2018 明年5月底 还有一个租约 而且不点交 带租约又不点交 这个因为是地保 大家可能没有立刻联想到 但如果把它想成一般的房子 一般的住宅 我就想到了海蟑螂 对 我们来讲一个 台北市杨先生 遇到这种情况 结果这个不是掉 简单掉下来的刀子 还带叉子 他2011年的时候 从法院拍了 敦化北路一间 法拍屋 全壮还不小87平 所以到了三拍 已经很低价 总价还是很高 5000万 然后要一次付清 那他只能全家 凑了1500万 所以剩下3500万 还跑到高利贷 户很高的利息 是 高高兴兴 竟然花那么大力气 不是啦 赶快全家 就要进去住了 对 一进去住的时候 怎么里面有人 谁 这很可能是流浪客 那对不起 请走 就报警 来处理 结果打开门 那是你 那是你 前屋主 你房子都法攀 住这个干嘛 前屋主说 我们这个就是不点交 而且你要给我一个时间 我才能打包走人 给时间我就给 杨先生默默毕字 好 给你 就一等 等两个月 还不见东京 你还不走 两个月够你搬家了吧 受不了了 所以到了10月份的时候 杨先生带着家人 律师都这样带来 而且报警 叫警方一起來 控告前屋主 切战罪 但是人家就不开门 你闭门跟 杨先生受不了 直接翻墙进去 天啊 不好吧 这翻墙有法律问题 这是我的厨 我划拍来的 但没想到前屋主 当场还击 缓扣侵入住宅 最后杨先生 被带回警方做笔录 现在双方是对簿公堂 有够厚十 我还跟这个 借了3500万高利贷 搞得这样鸡飞狗跳 最后是刚刚蔡总说的 不点交 里面还住人的那一种 两把刀 刀叉其非 来 十位说说看 十位在地保 昨天的这一间 两户地保启示录 你看到了什么 好 我有一些网友 其实我们就私下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有钱人 买房子只有三件事 一个叫做直买好东西 地保是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 是 所以这一间 是很多人会买的 虽然你讲说不点交 危险很多 但是有钱 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是 他再怎么 他有租约 他是有明白有租约 而且不是无限期的租约 所以这个房子是人家会买的 刘妈妈到处那个租约 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还不这样照买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是好的 反正我买下也是 要等了两年租约到期 我再打官司 就回来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千载难逢 入地保的好机会 但是我刚才讲三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 投资一定要获利 如果今天要买地保投资的话 就会算价格到了没 都190万 即将要破200万 还没有获利的可能吗 当然还没到 因为对他们来讲 获利是要抓一点风险的 比如说市场 自价200万 我大概是要150买 然后赚50万 我不是赚了190 赚10万块 这种事情 有钱人不是这样想 要赚 赚很多 第三个是 自助力量不能买贵 也就是说价格现在这么高 买贵被人家笑 所以在地保圈里面 其实大家常常想说 刘妈妈买的房子 真的是太贵了 潘娜才会花那个钱买 但她还是的确买进去 因为她有她的用法 可是对一般正常的有钱人来讲 她绝对不会买贵 所以其实地保还有得跌 昨天 你打断了我的思绪 地保还有得跌 你吓我了 所以昨天的地保启示录 刚刚是十位的观点 不过 今天倪大哥要带给我们的就是 住在地保里面的有钱人 想的其实跟我们不一样 来 倪大哥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在标售之前 晚上就有地产业者说 你那个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这个台湾金湖的标售地保 我说不用去啦 我说这个地保 我是进去看过很多 其实他屋里也蛮旧的 没错 基地大 但是我说那就市场机制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今天带租约 我就讲 这个海蟑螂里面 直接法拍屋里面 很多这种带租约的对不对 那他住在 比如说合约假如签约 租赁约签10年20年30年 可不可以啊 你要不要赶走 里面是三户投出来是 赵龍赵风的 你要请神出去很难 你花多少钱 由你花 所以这个不点交的就很麻烦 但是我觉得地保这个东西 我没有特别注意 因为它毕竟是个案 但是现在你看 这一波股市要上万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云建谷在上涨 大家看到了 最近 其实台北市的好歹 真的有在成交 我举例台商 没错 你们节目之前在这个 这个也讲 松江路扫楼 没错 他破盘 破盘 但是小巨蛋 这个对面 有一个都更案 成交就公布了 似乎成交 221 221 松山区 那复兴北路 微风往往最近不是一个 任态创新的案子 也要公开 三月就要公开 总效200亿 开价多少 221到250 松山区 那你说新一句话 去大安区怎么办 好 所以 这是特例 你刚才说到这个特例 但是我们想一想 我一个问题 等一下回来我问蔡总 蔡总有个朋友 躺在地保 是不是有人怀抱着说 我让他再跌 只但再飞一段时间 我一次买两户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等一下回来 请教蔡总 地保这么好的一个物件 竟然难得释出 一次释出两户法拍 居然流标了 蔡总你怎么看 对 我认识的这个富豪 假如说要自住的话 不会买这一间 为什么 因为带租业 你处理的问题太划时间 那假如要投资的话 不急 为什么 虽然这个价钱也许不是很高 假如说到190 问题是 他买了就要开始涨了 我现在去买一个 也许不贵 但是我要再等个好几年 豪宅的行情才会上来 那我把那一笔钱 拿去做别的投资 我买台积电就好了 台积电一年就有4% 为什么要浪费那几年 所以现在的人 就是看不起 看不清楚 这些的房地产还要再整理多久 即便第一点 还要继续 我也要继续 还要继续 都一直都没了 那你还要继续 就不做得到 这些房地产还要继续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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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